话又说回来了 张浩林的这次手术啊 只是取出了引发癫痫的碎骨片 可脑袋里毕竟还有两颗子弹呢 咋处理啊 啥时候处理啊 一般说的它有一些纤维化呀 包裹啊这些啊 如果没有比较大的力量 转移动它的话 一般不会动的 现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引起它这个任何的不舒服啊 没有引起症状 那么也不会 一般来说也不会 它也不会移动了 不会对它的生命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 所以就没有住后边 但是如果它今后有这个 要引起新的这些癫痫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那么医生的意思 咱倒是听明白了 导致张浩林发病的直接病因已经排除了 那至于说这两颗子弹嘛 目前看没啥危险 暂时就先不拿出来了 这就不明白了 可既然已经全都弄明白了 也住院手术了 你彻底弄利索不是更好吗 为啥非得留着它呢 是不是 后边这个手术也不算是很大 但是呢确实 但是要增加一个 一个口口 然后要把骨头给打开 这个对病人还是创伤 还是游戏创伤 但是 而且取这个有危险吗 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我们的风险不是太大 但是毕竟要增加病人的风险 从论匿说这个角度 讲的话 我们还是不是太主张 医生说了 我们也是从病人实际情况出发 才这么考虑的 他们也特意嘱咐张浩林 以后啊 不能接触高磁场 比如说 不能做核磁共战 那样的话呢 脑袋里的钢猪啊 就可能在磁场的作用下 发生移动 只要注意到这点 问题就不大 来日方长嘛 上台 收拾成功了 表示 心情愉快来日 表情 不过咋说 这次手术还是很成功 张浩林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回家了 哎呀 乡里乡亲们也都为他高兴啊 这不 大伙 按照当地的习俗 放鞭炮 冲洗 大伙 大伙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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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zählt 伯母 共同